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行了 情况我已经都清楚了 突击队目前的工作我需要做一下调整 大家来听明白 济山现在身负众人 承担西陵保卫站作战计划的任务 我不准任何人和任何事情去干扰 从今天起 突击队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直接过来找我 我来处理 我们要不要跟季山哥先商量商量 没得商量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大点声 明白 亮亮 从今以后 就由你来照顾季山的身体 以及负责他的安全 不准出现任何的意外 什么意思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听懂了就去执行 马上去找王军医 跟他说一下季山目前的状况 是 大理之民 到 回去准备一下 连夜出发 去打探一下 权玉坤目前的藏身之地 和他周围的一切状况 回来向我报告 是 是 没有他 六子 你真行 我说六子 你这弄的是烧饼啊 还是砖头啊 这把我牙差点割下来啊 二叔 你就走我将就将就吧 这还是我 结了十几个人的道 好不容易结来的呢 要说以前 结个金银财宝难 这我信 现在他妈结个烧饼 也这么难 这世道变了 只怪咱如今 现在成了丧家犬 日本人也要抓 八路也要追 再这么混下去 咱今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你说咋过 咬牙过 你跟二叔我这么长时间 怎么一点建设你都不长啊 不吃苦中苦 难为人上人 等咱们抓住了乔记山 套出西林密岛的秘密 二叔 我是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 都到这份上 您还做梦呢 你说什么 二叔我这是做梦呢 二叔我这是有判断力 你等着瞧吧 我估计这八路跟日本人 将来一定是两败俱伤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渔翁得利 不过现在 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党 等谁啊 等乔记山 过来拿解药 人现在都没来 现在没来 那就说明 他快来了 张伙 什么意思 从现在起 你要安心地准备作战方案 解药的事情 我去哪 去哪 不是你怎么 怎么能让我安心呢 这个你别管了 我已经想好了一个方案 我没有问题 潜雨昆现在想着的就是我们上门去抢解药 咱们现在 怎么现在这么去不就是去送死呢 可是我去冒险 你就不会处在危险之中了 你是个理智的人 你好好想一想我怎么能够让你去冒险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会侦查周围的状况 做出一个非常慎重的方案 我这么做 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能够坚定突击队的斗志 说过一 kop 如果没有你 图击队怎么办 突击队怎么办 突击队怎么办 我现在觉得啊 大家都听你的 挺好 你就是我们突击队的朱星空 好 那我就坐一会儿朱星空 我不是这个意思 秦珊 我们在一起 共事这么长时间了 我将来都是协助你 这一次我要说了算 你看你 咱俩从小到大 每次不都是你说了算 你还别跟我说什么咱俩咱俩的 你刚刚不是说的 已经都挺清楚的吗 我当时说那个话是因为 我觉得如我说 万一哪一天我不在了 我知道你说的那些话 都是抱着赴死的打算 也是为了我 我们是军人 我都能够理解 但是你不能死 打完了西陵战你也不能死 直到把日本鬼子赶出的那一天 你都要带着突击队去战斗 你懂 你懂吗 小雨晨 我有些事要跟你说 你说 一共两件事 第一 第一 你要如期完成你的作战报告 向上级证明一下突击队的能力 第二 重新选择对象 小雨晨 你还真生气了 你这包袱来得太快了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指的是亮亮 亮亮是我妹妹呀 你知道的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我觉得那是错觉 错觉 什么错觉呀 你的错觉还是我的错觉 我觉得我们 还是做同志比较合适 我觉得我们还是做同志比较合适 这不公平 这不公平 对一个女孩子来说 这更不公平 我知道现在才知道 这一句话 对着一个女孩子来说 是有多么的残忍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 你对于她有多重要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 小老婆 你有没有替我想过 我为我们三个人都想过 我已经决定了 我已经决定了 只有我退出才是明智之举 她就决定了 她就决定了 君君曾经 狼鸡一说 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 暂时不会 我最害怕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开始信赖你 不光是因为你平时总照顾我 让着我 拿我当亲妹妹卡 更重要的是你的人片 你认准的东西能舍命坚持 懂得多 又不卖你 心里都干净 真丑 我认真嫌 你说的那些我很感动 但是我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现在我除了季山哥 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但是在感情上 我不需要你可怜 你什么意思 你和季山哥般配 在他眼里 我永远都是他兄弟 一个假小子 我命中注定是个苦命的丫头 你又何必要把你的幸福让给我呢 说实话 即便是给我了我也销售不起 我爹跟我说过 命中有三两 成不了半斤 亮亮你别这么抵抗你自己 我没抵抗我自己 我只是想明白了 我练着季山哥 那是练着我们的过去 但我看不见我们的未来 就是在梦里 我也看不见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真是让我对你另眼相看啊 没想到你心里面 有这么多的想法 我能够明白你说的 但你想不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已经认定你是我嫂子了啊 你就别执扭了 别再为难自己了 也别再为难我了 行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问题先避一避 等到把日本鬼子赶跑了之后 我们再说 不行 必须要说清楚 我刚刚不是已经表态了吗 我说 把感情的事情先放一放 等到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 这感情的事情怎么可能会放呢 小慧姐 请你别让我着急了好吗 别为了我一个人影响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让我们三个人都不好过 我 回去休息 是 小慧姐 指导员 最近 有点乱 你可是我们的顶梁柱 你可一定要稳住 G木槿 指导员 指导员 任务完成了 前凝坤的情况全部文情了 太好了 辛苦了 来 坐下说 当家的 当家的 我刚才方便 发现后面埋伏的日本兵 来了 那边 那看来井上一定是秀出魏的了 他一定知道咱们现在在这儿 等的是乔启山 您的意思是说 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 也是乔启山 当然了 他要想抓我们还用得着埋伏吗 那咱咋办 赶快下地道 等乔启山和日本人 干得两败俱赏 咱们再出来 快 快 快 亮亮 你把门打开哥有话说 亮亮 亮亮 你真行 你管我禁闭啊 指导员说了 不让出去 指导员说了怎么了 指导员说了怎么了 老子还队长呢 指导员还说了 要等到你的战斗方案出来 才让你出去 亮亮 我上厕所可以吗 那你等我请示团长 我接下来 和娱乐 别说了 别说了 哪怕 别说了 那你怎么在这儿 不就是我 我现在赶紧去 跟团长汇报一下 你们俩先休息一下 好 团长呢 小慧 你来了 来来来 坐坐 不不不 团长呢 团长去总部汇报情况了 明天回来 糟了 我有一个紧急行动 要向他汇报的 这个前方的通讯站 还没联系上 你等等吧 来不及了 雷克 如果这两天 我没有回来的话 我希望你能以一个 公正的态度 来对待乔机山的 作战方案 什么叫公正 我总不能放弃 我自己的方案吧 放弃也无妨啊 西陵保卫战 它的重点就是保卫西陵 可是你恰恰却没有 为西陵战斗形成的 破坏而考虑 对不起 我是军人 以消灭敌人的有胜力 两位自好前提 对那些古墓皇陵 没什么雅兴 所以啊 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 保护西陵 就是保护民族遗产 乔机山他爹 亮亮他爹 我爹 还有很多很多人 都是为了保护西陵 而牺牲的 难道他们仅仅 就是为了一点点雅兴吗 老同学 军人消灭敌人 这是他的天职 但这并不是军人的所有 作为一名八路军 他身上应该肩负 什么样的职责和道义 我想你更应该清楚 站住 你把你刚才说的话 再说一遍 什么 我喜欢丁 那你还算要救 行了 我走了 你干什么剧案 我要去执行一个任务 你还没请示上级呢 我刚跟你说的话 我希望你能明白 再会 外约搜索 打 咱们被包围了 准备手榴弹 集中爆破 你寂寞就黑 你怎么也能干出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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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接受出发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到监狱困 行了 这件事情我自有安排 团长我还有个请求 你不能请求 关你十天禁闭 马上执行 团长 团长 你 关警闭 关警闭 你这太狠了 那有什么办法啊 你宁儿本留着跑出来做好人 这搜助浴不是你出的吗 你说不把它关起来 不能找那么个茬 他能同意 我看呀 就把它关到战斗结束 要不然咱们那计划 还真没办法落实 也是 我跟你说啊 他要知道这个计划 他一定不让我去 那是 他要是不知道的话呢 他肯定以为我叛变了 他这人心里很干净 眼里受不得一颗沙子 不过我觉得这事 他早晚有一天 还是知道是你出的主意 不 那 那我怎么办啊 那你自己想办 行了 这事已经完成了 你就可以先回去了 报告团长 我有个请求 行了 你甭说我知道 今天晚上 要跟他见一遍 是吗 对 行 我同意 谢团长 做梦都没想到 张晓晖 张指导 云辉关锦闭 要不咱俩 换换你出来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跟我开玩笑 是我对不起你 心动失败了 剑药我没有拿到 一会儿你别难受吧 没事了 我都快好了 你看一点都不疼了 真的 你撒谎了 你都没几天了 我来看你特不容易 是团长批准的 是团长批准的 不想看你哭 不想看你笑 可是我笑不出来 咱俩说好的事 没办完 小姐上不会广容的 啊 什么事 咱俩成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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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上有亮亮剪的大喜字 门上 门上 贴着富贵鞋的队亮 锅里面 炖着大理送的肥肉 窗外面 放着顺民的烟花 是吗 这段日子 我特别想你 我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因为我也特别想你 快回去吧 反正 回去睡不着 好 那你就在这儿爬着 小慧我想听你唱歌 你想听我唱歌 咱俩见面的时候 你唱的那歌 特别好听 好 你爬下 把眼睛闭上 我现在就唱给你听 大牆 好 艺来 心有山外山 亮亮 照有什么事 说说钱于坤的情况 你这不胡来人吗 一句话的事 一句话就犯纪律了 你叫自由什么来着 自由主义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告发你的 这道员都被关起来了 钱于坤屋外边全是日本人 日本人没拉上枣 肯定走了 钱于坤肯定也没在 那老东西就等着积山哥上套呢 肯定会留下什么记号的 肯定会留下什么记号 对啊 不对 团部肯定有什么安排 你胡闹了什么呀 走走走 回去回去回去 据钱于坤的哪样 你当跟去团部卫生队哪样 那么简单呢 危险着呢 这是咱们哥几个的事 你好意思让别人替你冒这个危险吗 指导员都已经被关了禁闭了 积山哥现在上了正幕 我们不能拖他的后腿 影响他工作 这不像是亮妹子说的话 亮亮长大了 说得再厉 不行 我们这军人得服从命令 可咱们也是积山哥的兄弟 他的命就剩这么几天时间了 现在又在忙保卫心灵的作单计划 我们不能让他分心 活出去了 不就这再犯死俱留 大不了关经历 我跟你去 你不能去 你瞧不见你大理哥 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 我能让你一个人去吗 走 走 小 Pi 我没忧 我的了 你会忘了 我没忧 找到了 亮亮和大力不见了 有话的东西 完了 亮亮拖着大力 找千玉坤抢解药去了 他说回来之后 自己愿意蹲金币 赶紧走吧 你想清楚了 这吃下去 可就剩一天了 一天就够了 走了 走 都以为黑松林到 走 弟兄们 我钱家对你们如何 你们心里应该清楚 即使在我们钱家遭劫的时候 也从来没断过你们的影响 今天特意把你们从老家保定 调过来 那就是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今天有一场硬仗要打 我们要背水一战 愿为诸人孝孙 好 拜托诸位兄弟 我呀 来得好 我这儿正等着呢 分头埋伏 是 同志 三兵 咪 中与 四兵 下 诃 大 对 大 大 陈英国 你给我出来 看来这乔记山是没来啊 我出去看看 后面要是没有跟兵 我就把那师门放了 好 反复下去 我要活的 明白 走 走 救命 我说梁姑娘 你太不懂得理术了 带着刀刀枪枪地来讨解药 你能耐你就开枪 想死啊 没那么容易 我要活口 我要拿你换乔济山 把他给我绑了 你看 不 我说杀猪的 还有力气喊呢 还没弄明白吗 你们两个现在是命悬一线 但是如果投降的话 我立刻给你们解药 这里的药丸 只要放进乔济山的嘴里 他就可以重返阳间 但是这个药很贵啊 咱们要谈谈价钱 又打开 一路 一路 二路 救命 哎呀 来吧 来呀 二叔小心 六子 瞧紧的 两条 两条 六子 二叔会给你爆炒 站住 六子 二叔 你 仙人在马背上打下来的江山 咱们就是守不住 也不能轻易让小日本给躲了金 知道吗 咱们得跟他们拼 咱们得不住 不 ocult 不 不 不行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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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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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